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金股只有三档碟 只有三档碟 你就知道这火种是在的 那另外BBU有复燃 你真的没有想到吧 新胜利还有新能高 另外CCL的部分 今天的台光电 金像电 都还是磁势的力挺 所以我们稍后回来 当然机器人也有 细光子也有 我们来看看今天走势图 今天的台股 其实最令人开心的时间 是在10点15分 那时候指数一度跌了125点 但是经过半个多小时 就拉到了平盘 来进行震荡的游走 当然了中场是以小跌 26点做收 23,020点 所以今天就在这个23,2900 这个适合复得 中场是有23,000 成交量3426亿 所以量也跟昨天是一个相当的一个情况 也没有说少太多 但是还有3426亿 好 我们透过经验当中 今天尤其是阳明 待会就可以看出他的一个爆量演出 阳明、长荣跟万海 那另外BBU的相关的一个部分 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 这个BBU的相关股 今天的新胜利、新能高 好不好 不是稍息了吗 今天顺达收平 接续我们来看PCB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部分 那像金像电、台光电、台药 这个跟CCL、PCB的铜箔基板 另外我们就来看一眼千金股了 我刚刚就是说涨得比较多 也只有三档是烧洗的 那千金股的一个部分活种在 那矽光子的一个部分 也跟大家提到了 这矽光子这个上权 还有联军 光之盛 好 提供给您 那我们透过金面当中来报告一下 成交张数的一个榜单 今天的神达有12万张 连电11万张 扬名全球传动也很精彩 这个机器人的相关 长荣行、雅光、鸿海、林一、群创、荷村 这是成交张数的一个榜单 那另外呢 今天的ETF 嗯 好啦 表现都呈现下跌的比较多 那张数的部分 互生300正2的12万张 群艺业绩头等债的10万张 那金额的榜单 这个倒是很特别 刚看到好像都跌的比较多 但这些有市值成交值排行榜当中的台积电 217亿 市新KY167亿 神达、鸿海、联发科、智邦、阳明、联军、01跟金像店 至少跌的比较少 这也是今天盘面的另外一个特色 我们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在今天呢 雅股的一个部分 尤其昨天的陆港股 今天又骚洗了 那韩国股市也必须稳定的一个演出吧 好 我们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今天呢 这是集中市场 看起来OTC是比较弱 市的比较弱 但是OTC当中的权重股 包括了市新KY 中美金、环球金 的确是压力比较大的 所以使得OTC的指数呢 今天是相对弱一些 另外今年当中台币今天来到32.5提供给您 我们赶紧来欢迎外资法人专家 余波超鲜你好 明圈各位观众大家好 哇 古怪教授 我们欢迎陈彦大哥你好 明圈好 大家好 OK 另外的形态学专家 这个时间一定要听听看他怎么来说 我们欢迎杜福国先生你好 大家好 欢迎三位来到非凡股市现场 这个盘面就是觉得 终于有一个稍微跳动一下 就觉得盘面真的很闷 但是呢 其实有一些个别股都在进行熨浪当中 是不是可以跟超人大哥一起来看看 还有五天 为什么要讲还有五天 这是旧闻啊 明圈姐你还要拿出来做讨论 但是还有五天是个关键 没有错 当然不是旧闻 因为明圈刚刚所提到的 当然就是包括这些非常重要战指数 像005 0 0 0 56 这一些ETF 他开始把新增跟删除个股 做一个调整 而20号为什么讲还有五天呢 20号是最后他调整全数的部分 所以以往大家会看到说 好像最后一盘有个巨量 多半来讲都是跟这调整有关 而刚刚开始公布的时候 大概12月初 12月8号有些新闻出来 你看到这段时间来讲 新增加跟删除股票 其实基本上是相对活络的 所以你如果再看它的基本面 各方面可以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调整 所以这边来讲 当然你可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还有五天 确实没错 大家要留意 第二个部分来讲 也就是说我们会去谈 因为大家会看005 0 这是增加什么 删除了什么 增加扬名 当然是强势股 业绩非常好 删除了什么 雅德克KY 可是我们要去做强调是说 单纯以目前看这个删除跟增加 并非什么全貌 你要去看看其他指数部分的列入 像元大100 也就是0051中型的这个指数 刚刚讲是0050 他基本上就是把什么 雅德克KY纳入进来 而把阳明删掉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指数里面 他们的权重可能有所变化 反而反映到0050 所以这边来讲 一帧一减 并不是代表某一些指数删除的 就绝对是差的 所以这边有第二个共识 那第三个部分来讲 就是这一些指数新增加的个股 跟其他比较没有删除 你要特别留意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好了 因为这都是过去的 未来会不会再强 大家可以继续参考 第一个 AESKY强不强 AESKY很强 那当然他有他其他的因素 也不是说现在你要去买 这都不对 就是我们做一个参考 做一个说明 元大中型1000051 富邦发达0058 都有新增 那是不是是个巧合 或者这个股票他基本上基本面不错 但是因为涨高了 你当然要留意 另外神达强不强 大家都在提 当然强 因为有他基本面的一个因素的支撑 这是富邦科技0052 新增的一个权重 所以这边来讲 你就可以去参考这些新增的股票 他业绩不错 那你可能有一些什么 这个机会 那最后一点要提到的就是说 注意看那个族群性 像0056或高股息这个部分来讲 他新增最多的 因为刚刚杜大哥也提过 你可以发现哪些族群最强 最多 第一个航运股 什么长龙行啊 长龙 那刚刚我们看到0050也把阳明 落入到这个比较大的权重的指数当中 所以再看他的业绩 都很配合 所以这当然就是可能法人 目前比较注意的一个状况 他的这个起伏也会很大 另外什么金融股 金融股就不会放一些明星的 像什么富邦金国泰金 他反而放什么 他放的可能就是上海商银 因为是中型 上海高股息 上海商银 或者像华南金 所以这部分来讲 你再去看上海商银 或华南金 他们本身的一些这个 业绩的话 你可以有相当大参考 所以这边来看的话 这三个主要的因子 对于这一次 就是说整个新增或删减 对于这些不同的ETF来看的话 当然就会制造一个机会 OK 所以大家也发现了 今天的包括了 杨明跟神达 在成交张数 跟成交金额榜单 都有看到他们 对 或许有些关联性 所以要告诉你 还有五天 而且通常会有两波段的一个表现 最主要第一波段是公布榜单的前后 对不对 那第二次呢 就是生肖日的前五个交易日 会开始慢慢的酝酿 对 所以我们进入了第二波段 所以还有五天 那我们也是跟我们的古怪教授 做一个请教 今天早上看到 博通盘后大标15% 其实之前苹果说 它的Wi-Fi晶片 不要用博通的晶片之后 博通股价有受到一些压抑 但是后来再看最新的新闻 苹果说 AI晶片要跟它合作 所以你看为什么 博通的这个讯息这么的重要 它告诉你 我占AO营收的比重大幅度增加 而且超过了华尔街的一个预期 我告诉各位这背后代表一件什么事情 我不要讲回答完蛋了 但是这里面 为什么我们去思考 最近回答的股价推不动 因为代表你的东西贵啊 你又缺啊 所以现在大家开始思考 有没有别的解方 现在博通一跳出来 大家觉得好像救世主一样 你比较便宜 你又不缺货 所以接下来在资料伺服器 资料中心伺服器 这一块要持续成长的情况下 博通的晶片 会不会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不要讲救世主的概念 但是这是另外一条路 所以对大家来讲这是好消息 那你就去想 所以为什么苹果也要跟它合作 那当然这里带出来 就是曾经已久的ASIC 客制化晶片的概念又出来了 所以今天IP股的部分 各位看一下 几乎都有所表现 那尤其是世新 我要特别讲 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 辛苦了 对真的辛苦了 打对折 打顺折 可是它的明年的获利 相较今年会上来 这个千丈大户连四周买进 所以我觉得撑过这一段 对大家来讲会有机会的 好 那所以呢 我们稍后也会从一些呢 好的财报当中 跟大家来做个过滤 那尤其是风火轮战法 是不是可以跟您做一个请教呢 杜大哥 因为今天其实火种都战 就是说每个族群都有那么一个 两个的火种在 在这种快速轮动 快速轮动之下 我们看它第一个资金在转移 第一个先注意到 千金股市基本面非常好 它又具备高配息的股票慢慢上来 那这个里面来看的时候 目前在最看好的是3661的四星KY 因为它现行是往上走多的 那你在其他的包括大力光 围影的都是低档 这很像这个 这个是打压回以后慢慢上来停住 那里面的联发科是相对而 沿占指数的一个走一个多头的格局 那我们又回到一个里面说 CCL这个里面 这个同伯基板就是已经轮得非常快 但轮得再快的时候 我们要挑出哪个是真正我们要看的 真的我们要看只有一个台光店 只有台湾的现行来看 它是创它历史新高 只有一个台光店 好了 它涨的股票 我们要看好它 而不是找跌的股票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比方说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 这边下来一个 所谓的我们这个电池备源电力组 是不是 涨多了拉回 那给我们一个部分 这个里面新胜利 我们看新胜利K线 它这边急涨完以后 它下跌两件事 第一个它跌掉了30% 新能高影跌30% 同时来到月线 告诉我们目前强势股 下跌容易跌三成 月线不破都还会有反弹 哇这个真是考验我们的操作能耐 风火轮战法 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扫描 谁踩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我们透过今天 外资今天还是卖超 但相对金额不高40.3亿 投信买24.9亿 自营商也是做一个进出的一个动向 那接下来我们也透过镜面当中来看一下 外资单边的部分买进1101亿 卖1140亿 那连续四天卖超了302亿 外资是连续四天卖超 那今天的期货的空单 哇又增加了2746口 昨天好不容易减一点 那又回到了42161口 另外呢我们来看呢 现股当冲的一个占比 昨天是来到40.3 当冲成交金额1816亿 今天呢一共有98档标的 在所有军线之上也站稳五日线 符合出量原则的有22档 那我们来看档次越来越少喔 太金宝地亚亮战了4万4 亚光2万5上全 联雅今天被放出来 这个今年是紧闭王好不好 另外呢联军新能高 金像电圣德还有达航科技以及海乐 那今天强谷条件过滤出来 都在均线之上 但是呢下跌的加速也有高达4档 所以在今天呢筹码追追追 我们再好好的跟大家来做一个研究 那提醒投资朋友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今天我们从一些财报面 虽然大家觉得好像呢 本一笔有修正 但是有谁的获利不错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超级比一比 好 我们下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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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下跌了 我们下跌了 我们下跌了 arah